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款黄色车头 白色车色 橙色座椅的九广铁路火车 没见过吗 1982年5月 九广铁路第一班电气化火车开通 最初只是连接九龙、旺角、九龙塘 和沙田四个车站 其他线路仍然有柴油机车牵引 为了配合电气化工程 多个车站重建半迁 包括沿用超过半世纪的大部驱站 改建成为铁路博物馆 被运头堂新建的大部驱站取代 大学站就在原子翻身 及至1983年7月 九广铁路才全线电气化 行车时间由70分钟 缩短至36分钟 提速接近一倍 1982年 九广铁路改组 由工营部门 推遍政府全资拥有的九广铁路公司 以商业形式运作 1984年 在政府邀请之下 进驱住新界西北 负责建设和营运轻铁线 1996年 内广铁红磚和炉的路线 改名东铁 以配合西铁的兴建工程 2007年 九广铁路和地铁公司 合拼成港铁 整合香港铁路版图 并走出香港 参与内地 澳洲 以及澳洲的铁路营运 由香港品牌 一样成为世界品牌